皇上 自打您班旨允许女子进京认亲以来 几十名女子进京 那他们认的这些人 有没有在超围观的 半数能对上 其余的半数 恐怕已经为我大明开国战死疆场了 皇上 这个能对上数的呢 下官已经让他们都认亲 可这反应不一 有的呀 真是激动得老累纵横 也有迟疑不决顾左右而言他的 也真有抵死不认的 看来呀皇上 这个以德立国不太容易 那怎么成 朕说过 凡是有三枚六正 朕让他们认 谁敢不认呢 可情况复杂呀 或是家里的正妻啊 不愿意签字画押 或是这当官的呢 根本就不敢跟家里说出真情 那你说说 都是哪几家呀 别的不提吧 您就说这李丞相 他们家这位相国夫人 这就是个出名的钉子户 您是不知道啊 前两天 相国夫人自己跑到户部 递交了一份户口供单 上班就俩名字 赌咒发誓说呀 他这个呀 是皇上亲自证的婚 这不能有第三个 吓得这李丞相啊 把贡丹交到下官这儿 让我代为保管 交给你保管 这有戏呀 有戏看哪 你跟我说实话 李善长 真的在外边包养了一个 那倒不是 他确实有位遭康之妻 前来认亲来了 李善长有个赵五娘 不仅赵五娘 还十六岁大儿子呢 那是好事啊 天上掉下来个儿子 这多好啊 好是好啊 李丞相自己也确实 到遭康儿认了亲了 可是就是不敢 跟相国夫人提 他不提也得提呀 好 前两天 亲眼看着自己的大儿子 被抓走了 这是谁吃了豹子胆 皇上您想啊 相国夫人在家的户口登记 她是军户啊 您说那位征兵的军人 她是听李丞相的 还是听皇上您的呀 皇上救我呀 皇上救我呀 皇上 皇上快救救老臣吧 现在皇上只有您能帮着我了 皇上 你看你啊 好好的一桩喜事 让你这么一弄 反倒成了悲剧了吧 皇上 不是臣要演悲剧 是我这夫人那儿啊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出真相 相国夫人那儿 遭康之妻那儿 两边都要说清楚 臣就是不敢说呀 两头都不敢说呀 这不昨天到东霓那边 臣刚才说了半句 这就蹬着椅子就要上吊啊 现在是两头都不要命啊 你先起来吧 这不刘国温也在呢吗 咱们三个人商量上来 让他帮着您策划策划 对对对 锦灵欢喜喜灵人 皇上臣先告退 你看他不帮我呀 等等等等 你不许动 你也先平身 皇上不答应帮着老臣 我就跪死在这里 平身吧 这事儿啊 朕一定帮你 丞相 坐坐坐 坐坐坐 传旨 皇上有旨 宣相国夫人进封面上 臣还是先行告退 你不许走啊 皇上 您现在处理的是相国家事 臣不宜插手 谁让你插手了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 让你看看 朕如何把事情解决的 你也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朕不叫你 你不许出来 不是皇上 您打算把我夫人怎么样 你觉得呢 怎么样都行 就是不能下手太狠了 不狠 不狠 不狠能奏效吗 不是 您万一太狠了 他可就 可是你求朕 让朕帮你解决事情的 是 拿壶毒酒来 皇上 您不能给我夫人下毒啊 你给我闭嘴 谁说是个女夫人喝的 来 你给我闭嘴 不狠能奏效果 您不能够 我说是个女的 我说得 是个女的 还能够 我说得 是 就是要掌握好肚 肚 另外一件好就收 你要再这么多话 你的事情朕可不稳啊 别别别 进 进 进 是是是 搜 搜 搜 臣妾参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谢皇上 皇上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怎么 那你这意思是 朕有什么话还会绕着弯说吗 绕着说的人多得是 朕哪 就喜欢你这直爽的性格 那 朕问你 你知不知道 朕正在办一件国家大事 丞相多次告诉我 皇上不乐意夫人干政 所以我从不问国家大事 我只关心丞相府的家事 那如果这件事情 又是家事又是国事呢 我还是只管家事 行啊 现在说话是滴水不漏啊 那好 朕直接问你 朕叫你来是想问了 你家的户口黄策贡丹 黄策贡丹 那天不是交到户部了吗 户部说没收到 其实那贡丹哪 就在你家李相国手里 这得你家李相国亲自交给户部 还在他手里 他为什么不交啊 我翻他都没翻到啊 他是不敢放在兜里 他为什么不敢 你叫他来说 放肆 皇上 皇上 皇上息怒 皇上 你要为能家做主吗 不 这 这 怎么你倒哭起来了 朕就问你 如果你们家多了两口人 你签不签字 画不画牙呀 多出两口 从哪儿多出来的 从天上飞下来的 还是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 当然不是啊 朕是说呀 这李擅长万一在老家 有这么一位 有这么一位 打住 打住 皇上 没有什么万一 没有什么万一 我是说万一有 你这字签不签 皇上 你是在考验我吗 考验我够不够大动 回禀皇上 臣妾在这个问题上 一向都是小肚鸡肠 真说实话 如果你要不签字画牙的话 你信不信 朕让李相伯修了你 他敢修了我 爷让李擅长来跟我说 来来来来 你先问问他 他怎么赌咒发誓的 只要他敢说 你是真的不愿意签啊 你先让李擅长当面承认 看他怎么说 看来你胆子真不小啊 去去去去 在家庭宝贝战上 我什么都敢 你真的什么都敢 毫不含糊 那好 朕要试试你的胆量 站起来 朕这里有一杯毒酒 那 你要胆子大了 就把它喝了 好 喝酒喝 我喝酒喝 我喝酒喝 你怎么就喝了呀 我喝酒喝 宝贝战上 你们两个人 合起来害我吧 没有啊 怎么会啊 皇上真是吓唬吓唬你 你怎么就真喝了 行了 行了 别哭了 那球里没毒 不是 皇上说 这球里没毒 我说皇上没那么狠心吗 没事了 夫人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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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好了 帅长 我问你 你要如实地说 你在外面到底有没有女人 没有 没有 那你在户口本上 要加两个人吗 没有 你这么说 不是把朕给卖了吗 陈先生他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那只要夫人好就行了 行了 擅长 你这事啊 朕是管不了了 就你家相国夫人如此厉害 别说是你了 连朕都怕 陈姐不敢 陈姐哪里敢要皇上怕呢 我只要擅长一个人跑我就好了 是是是 我是真怕真怕 行了 你们家的事啊 朕不管了 你可以回去了 那皇上 没事儿臣妾回家了 嗯 呃 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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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回家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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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他还没发作呢 你就先哭得死去活来了 哎呃 哎呃 我真不管了 别 你去找你的救星吧 呃 这 救星 谁呀 还能有谁啊 刘伯温哪 这事儿我告诉你 只有刘伯温能够帮助 哦 除了他呀 现在没人管的了你这事 哎哎哎哎 你别走啊 小心没有 嗯 啊 他都让你的夫人给吓坏了 嗯 赶紧的 准备一份后礼 然后去礼贤馆找他 哎哎 哎 哎朕还有点事儿 去吧 好好好 哎 哎 不皇上不行啊皇上 皇上你听我说皇上真的是不行啊不行啊 让你去找刘伯温 你又追着朕干嘛 不是皇上让臣去带着后礼 可是现在 我不能回家呀 那你是想从朕这儿炒东西啊 皇上 您做好人做到底吧 啊 那行 那你看看吧 我这儿珍珠玛瑙胡玩字画 你随便挑一个吧 嗯 那都是好东西 可刘伯温他自诩两袖清风 这些他不能要啊 礼不能送的太重 那也不能送的太轻啊 嗯 你送他一串糖葫芦才怎么回事 哎 皇上 他喜欢喝茶 喝茶 嗯 他是浙江人 正好 站这儿啊 有从浙江进贡的龙井 啊 那歇会儿 那我就歇会儿歇佛了啊 来来来来 带李大人去取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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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